好 这不是救灾现场 而是消防队员在练习切割防火铁卷门 不同于一般遇到的铁卷门 厚度大约1mm 随着各式铁卷门的眼镜变化 不少民宅或办公厂房 也会装设防火铁卷门 不过它的硬度跟切割难度 都比传统铁卷门来得高 台中的消防队员提出了这个议题 获得了建材公司热心赞助 主动联络西南消防分队 说愿意提供防火铁卷门 给消防队员们切割练习 实在是机会难得 几乎台中市消防局各分队都派人到场了 60名警销全副武装 逐一拿起圆盘切割器 这一刀下去 要实际感受一下切割防火铁卷门的手感 先切掉 它的支撑率都还在 我们就拿点切掉 我先切掉 我们再把它刮一下 拿很高 他们第一次考虑 先找结构上的弱点下手 位在雾峰的建材公司 不只是提供好几道的防火铁卷门 给消防队员练习 他们也特别去介绍 关于防火卷门的类型 内部构造 结构安全跟破坏节点等 让警销们能够实际掌握 铁卷门在结构上的弱点 未来如果在火场上遇到了防火卷门 需要破坏救人 就能快速找到结构上弱点 切割 抢时间救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